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我們來看一個實際案例 這是一家醫美的美學診所 叫做真美美學診所 那真美美學診所呢 想要有效的利用這個網路 去達到這個行銷的效果 那因為從2月的時候 開放這個LINE ATT的申請 每一個公司行號都可以申請 還有個人也可以申請 然後呢 我就建議真美美學診所呢 可以利用LINE ATT的方式呢 跟客戶比較緊密的聯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醫美診所有很多 嗯 客戶他們其實是比較重視隱私 所以 你說要他們去打電話詢問 不如 請他們用LINE去詢問會比較好 那可是呢 一旦人太多的時候啊 你加入LINE的那個私人帳號 其實蠻不方便的 而且沒有一些群發的功能 而且沒有其他正獎或自動回復等等功能 所以我建議 真美美學診所呢 就使用LINE ATT去做 可是呢 在網站上啊 在網站上 我們直接看一下網站底下呢 這邊只有一個線上資訊 其實他看不到那個 那個 加入LINE ATT的按鈕 必須要點這個線上資訊才能夠看到那個 LINE的這個按鈕 那 可是呢 手機板喔 其實長的跟電腦板是不一樣的喔 手機板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手機板長什麼樣子喔 其實這個是手機板 你看這個網址是一樣的喔 可是 把它移下來到下面來看一下 就是在 手機板的下方啊 其實是有一個加入好友的按鈕的喔 一個加入好友的按鈕 所以他今天不管手機板是跳到哪一個頁面去喔 不管 他這邊有很多個頁面喔 如果是桌機板的話呢 他底下不會一直跳那個按鈕 因為桌機板跳那個按鈕沒有意義 因為電腦 用滑鼠點擊這個按鈕是沒有意義的 他必須用手機去點擊喔 我實際點擊一次給你看喔 看左邊這個手機板 然後按一下加入好友的時候 點擊的時候他會跳出這個 透過LINE開啟 然後 你就隨便按僅限一次或是一律採用 我按僅限一次好了 他就會跳 直接跳到這個真美診所的LINE 8裡頭來齁 那 這個方式齁就很棒 就是 假設他今天 我們等一下要去設定一個 一個贈品頁齁 等一下設定一個贈品頁齁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齁 等於說 他的 他的手機板 每個人用手機板去瀏覽的時候 他底下就會有一個 加入好友的按鈕 那這樣的話呢 提供很隱私 很私密性的一對一 讓這個客戶可以 直接跟診所的人員齁 服務人員可以互相對談 一對一的對談 所以就可以去詢問很多 醫美的相關療程的問題 這是很隱私的 所以我會建議說OK 那我們就 在手機板的網頁裡面去加這個 加入好友的LINE LINE 8這個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第一次的時候 剛開始我們要去打廣告的時候 打廣告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說 怎麼吸引人家 來加入這個LINE 8的好友 因為加入LINE 8的好友之後 他會變成粉絲 假設說今天有1000個或5000個 那只要我們按群發的時候 這1000個或5000個粉絲 全部都會收到訊息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收到這些 收到這些忠實粉絲之外 我們還能夠全發訊息給這些忠實粉絲 贈送給他們其他訊息 這是很棒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怎麼做 我建議他們怎麼做呢 就是因為這個產業 你不能去做一些什麼促銷啊 或者是其他那個折家券啊什麼的 這種是違反醫療法規定的 那我們就來送電子書 所以呢 真美診所他們很用心 做了一本非常非常漂亮的電子書 然後裡面集結了65個Q&A 就是醫美諮詢Q&A的大全集 因為很多人都遇到這些問題 譬如說我想抽籍 但不知道的安不安全 或者是熔乳重建手術之後怎麼辦啊 會不會破裂勝出等等 其實有很多很私密性的問題 是一般人不好意思去詢問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我們怎麼做 我們怎麼做 就是這是我給他們的建議啊 然後我這邊就是加入好友之後啊 那我們就把這個LineAdder 這個之前有交過LineAdder的那個裡面的功能 就是加入好友之後 那就是自動把那個 我們把加入好友這個按鈕插進來這個 這個網站裡面 那人家只要一點擊就是我剛剛示範的 他就會變成好友 然後呢這個LineAdder這邊就會有一個自動回應訊息 用戶交友好友的問候語 就會自動回應訊息 然後呢就會有一個 回應他說這個Q&A大全啊 下載PDF檔請點擊這個網址啊 那他一旦點擊這個網址之後呢 就可以去下載這個電子書 這個電子書 然後呢 我們 我們那個電子書的那個網頁啊 其實在網站上是找不到的 是找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這個 Weberley他是 我們之前教過Weberley的話 他是可以去設定隱藏 把網頁隱藏起來 所以網頁是看不到的 但是是 確實可以去下載的 是可以去下載的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那個下載頁在哪裡 這個PDF的下載頁在這邊 好 其實是在這邊 E-mail諮詢不求人 Q&A大全集 電子書下載PDF檔案如下 然後點擊這個就可以下載了 但是這一頁 在客戶還沒有加入好友之前呢 他是看不見的 他一旦加入LINE AD好友之後 他才看得見才有辦法下載 所以我們會 用這一個贈品去吸引他們 去吸引粉絲 我們去打廣告去曝光打廣告 那粉絲就會覺得 OK這個是我有需求的東西 他就會加入好友變成粉絲 然後就可以來下載這個PDF檔 這個就是整個運作的網路行銷的原理 然後吸引有興趣的粉絲來加為好友這樣 那關於這些課程 實際的操作的每一個細節 我們都是在網路行銷藍人包裡面做教學 都有提到 那如果說教學完畢之後還是搞不懂這個細節怎麼做 那我們每個月都還有開一次實體班的課程 都可以來詢問 我們每個月都會聚會一次 都會上課 而且可以提出你們自己的問題 那平常沒有聚會的時候呢 我們都還有提供那個Facebook的線上 這個Facebook的Q&A我們的專區 藍人包專區 我們這邊有一個藍人包專區 流奶爸的網路行銷藍人包專區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邊提出問題 然後我都會在這邊做解答 都會在這裡做解答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群組 我們群組 那 我們群組有分為進階班群組 還有初階班的群組 那你都可以在這邊提問 那我都會回答你這些設定上的相關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網路行銷藍人包 希望大家都能夠學到會的一個很棒的一個措施 這個課程是 我們目前是沒有期限限制 你 就是你 加入之後 我們的會員 那你只要提問了 我們都會回答你 這相關的操作問題 那如果還要再更進一步了解 藍人包還有教哪些東西呢 那請你再看我們底下的更多內容的介紹 然後實際測試之後啊 我們大概測試了幾個禮拜之後 發現這個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 並不是說這個LINE ATT本身效果很好 並不是 它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其實還有很多原因 我們要知道 就是你要做網路行銷的時候 你要分析全盤的原因 就是第一個是 真美美學診所呢 它其實在桃園已經成立了九年的時間 所以它已經有一段歷史了 然後第二個呢 是它在網站上的資料滿豐富的 在網站上的資料滿豐富的 所以你在 在搜尋引擎上面 找真美美學診所的時候呢 其實有很多它的資料 網站上的資料有很多 然後因為它也因為公司很久了 所以信任感就很夠 人家去 不管去查經濟部啊 或者是去查網站資料啊 或者是去查以前的那個 以前的案例啊 都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背景 並不是說一家新公司出來 所以它本身公司就有一定的歷史 那網站資料又很豐富 所以呢 信任感喔 在網路行銷裡面是第一重要的 第一重要就是信任感 所以一家有歷史的公司 再加上網站資料很豐富 那它基本上被相信的機率 當然就比新公司還要高 這是一定的 然後呢 專業程度當然也是最大關鍵 所以呢 在粉絲利用LINE AT 跟這個服務人員聯繫的時候呢 那也一定 比較深入的交談喔 也是透過電話 或者是當面諮詢喔 跟醫師當面諮詢喔 那這個就必須要靠專業程度去 讓客戶了解說 欸這個 絕對沒有問題喔 那已經有九年的經驗了 那客戶可以放心喔 所以 這個網路行銷的運作機制來講 我們只是利用LINE AT這個工具 還有臉書打廣告這個工具 還有它網站本身架設喔 還有它本身這邊還有部落格喔 對 部落格有也是有好多內容喔 所以這幾個要素形成把它結合在一起喔 所以 正面諮詢呢 他們 他們 這個行銷方案呢 這樣子做起來 其實就非常的不錯喔 非常不錯 那當然 你 公司知名度 佔了蠻大優勢啦 坦白講 如果你是一個新的產 新的公司出來 然後 你說要靠 完全靠現在的網路工具 就要把業績做到前幾名喔 做到Top1喔 那 我覺得 還是有一段相當大的 努力的成 努力的時間 才有可能做到這種績效 那所以我們很 恭喜這個 真美美學診所啊 那我本身呢 也是去看過這家診所 那我覺得還真的蠻好的 那我也有 有 已經開始在計畫 怎麼樣把我臉上的痘疤 臉上的痘疤 用那個 用那個 進膚雷射還是什麼 飛縮喔 我搞不太懂齁 我還在去找他們一次做諮詢 把整個 臉上的疤呢 把它去除齁 嗯 我覺得很不錯 介紹給你